为了照顾关怀街友 新北市政府特别在农历年前举办围炉活动 并结合卫生医疗志工服务等团队 让街友感受到更多社会的温暖 来自新北各地的250位街友开心围炉 一边吃饭一边欣赏精彩的表演 为了关怀照顾小区内的街友 新北市政府结合卫生医疗志工服务团队 让街友提前感受过年的气氛 那今天很高兴大概有将近250位的街友 来这边来享受了一下那个 一个丰富的一个午餐 然后来接受民间捐赠的一个物资 还有一个红包 让他们在这个岁末新春之际 来感受一下社会的温暖 在活动现场还有益整益检 职业媒合冠季医务发放等等的服务 一方面给予街友生活上的照顾 另一方面提供街友自理的机会 这些活动不只是只是给他们一些 年节的一些关怀物资的补充之外 我觉得在他们一些对于社会上面的一些 向心力或者是一些向上的动力 是很有帮助的 目前也是有这个工作 不过断断续续 现在就是来经过就位服务处这边 看可以不得到更好的工作 迎接新的一年 新北市政府也会持续整合公司部门服务资源 希望协助每一位街友重返社会自立 记者省州内门会三重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